那看惯了娱乐圈中情侣的分分合合呢 其实呢在娱乐圈中也有许多的夫妻 他们的感情呢是非常的恩爱和甜蜜的 就比如说张志玲和袁永怡呢 这个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呢 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了 那平平淡淡呢是他们感情保鲜的秘诀 不过呢你可别以为张志玲啊 不会做一点浪漫和疯狂的事情了 但对象呢却不是袁永怡哦 我的初恋的女朋友 我去澳洲之前我们已经分手了 其实可是我对她非常的想念 然后我就到了第一天什么都不懂 很陌生的环境底下 我就从西里去了Melbourne 坐了9个小时的那个 把打死 谁没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 如今张志玲再回想起这段青涩的恋爱 却是这样评价的 现在想起来如果儿子会要这个举动的话 我应该会把他打死 要不就是燃尽那种 这样的惩罚也太过了吧 别看张志玲在这儿放狠话 其实在教育儿子这方面 他可是要听演技的 如果我很认真的时候 他是会害怕的 可是真的要非常认真的样子 好像跟黑社会招手一样的那种 好像谈判 我真的跟你说 可是他妈妈一出手 就很简单就搞定 即便是扮了黑莲 儿子依旧不买账 甚至是在爸爸张志玲的演唱会上 小家伙也丝毫不给面子 你是不是很久没见daddy了 是啊 不怪不惯着daddy啊 行了 OK 好了 好快去找 没办法 对儿子束手无措的张志玲 多谢多谢 只能将儿子送回到妈妈袁永仪身边 而对于儿子的爱 他也只能用歌声传递了 不过用歌声与儿子交流感情的方式 却并不总能奏响 噢 Come on 够了 够了 不要再唱广东歌 哇 我看你们拿这个人 我心都碎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接受能力很强 在家一直要锻炼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里 张志玲称不上是严父 由于工作关系 他也经常不在儿子身边 但张志玲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解量给儿子的童年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很多朋友都说 对他很纵容 可是那个就是 我尽量去离补自己的童年 没有的东西 是对自己的一个填补 新闻家线 新闻家线 新闻家线